好像还有一天气味切还没切好是吧 这里也要好多 这些你再慢慢拆吧 我先说一下我们对这份料子的理解 你看这份料子呢 如果是这样切的话 它是这里是有雾的是不是 然后这里是纯净的是不是 然后整件它是纸的 它就是淡一点 没有这边这么好 然后这边我们不要弹打 这个位置很好 我们打算这个做一下五四排 你没有纸 是有的吗 对了 然后这里不要弹 因为这里还有一点点 你看一层阴影 先做个五四排 然后这里做一件就说 它不一定是要糊涂 知道吗 但是如果你葫芦做那个龙的话 就是葫芦兽嘛 然后这里 在这里挑个好的位置 就这一片吧 你做一件玄武大帝啊 还有做一件官二爷 官二爷我去了一下马来 我去到冰前那里 就是一家相对比较古老的会馆 然后里面的官二爷 它是采用的是戏曲那种 知道吗 知道 然后你在设计的时候 我忘记了刀口朝上是干嘛的 刀口朝上是干嘛的 但是我去到那边看到他们是朝上的 好 那其他就不要做了 如果有的话你就 它这种飘花的我看一下这里 对 如果有的话你就这种飘花里面 你去做一件那个山水还是什么的 好 其他就不要做太多了 蓝莲的豆尔顿 刀鱼马 红莲的光宫 战场沙 红莲的店尾 白莲的草草 黑莲的张飞 交渣渣 我当年威震北方 恐涉真武之位 剑法天下妖邪 他唐蛇神龟 灵狐雷神奖 巨球狮子 蒙兽独龙 首相都北方黑气要分 这个村地种太好了 到时候可能要做磨砂 玄武大地就是比较复合原来图像的那种做法 还有这个比较莲朴式的 就是我那天在槟榔鱼看到的 它就是比较莲朴化 这上面它有字吗 上面是那个刀 我知道 这里有字 龙 龙 青龙燕燕刀 那条龙 种太好了 现在还看龙说的那个 就是把最好的位置做成猪子 是葫芦还是猪子 做成猪子是吧 也可以 做完就赶紧抛光 村还能看得出来吗 它是淡淡的村 这份料子很怪 这有手镯的位置 它是种水最差的 种水最好的就是这些无事牌 这些雕件 这些带花的种水最好 然后呢 第二是这些村的 最差的是这些 这些手无事牌怎么样 漂亮 那肯定 又够厚 不过这些也不能做得太薄 不过感觉啊 这些就算是做得太薄 它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我们钓的这个光源 也是戏曲版的 就是以前我们比较常见的图案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 然后它你看它拖底了嘛 是不是 它拖底了之后它还是一样的 这个纸没有好 因为说明这个料纸是 料纸的底是一直都是纸的 这里有一个可以是说是比较标志性的 为什么说标志性 因为这边是纸的 这边是绿的 不是它是飘花的 我刚才说了什么 飘花的种最好 然后才是纸的 然后这里你看 这就对比的出来了吗 看不太出来 看不太出来是吧 对 那这样子呢放下来是不是这边清秀一点 对 那就对了 还有这个树仪就大家都知道了 这根本就说了 这个呢 你看得出来的人多吗 我看脚穿玄武大帝吗 对了 没错 然后这些豆纸瓜果葫芦 这豆就到时候还是请梁梁姐 阳光出来的时候去长试一下啊 这样子就更好看了 对 在灯光底下子是最好看的 对 就感觉像桃花春 它本来就是这种颜色 你看 大豆大果啊 大葫芦 好多好多 而且这里还蹦出一点这样的绿色 种很好 一点点 但是就是没有多的 然后都是种椎叉 然后呢还有毛病 它这种就是 反正就是猎 也有人说不管是猎 我们猎嘛 就长在一起了 哎 这个也有一点 但是呢像这样的种椎 它这样虽然如果你不做手头 它就更没钱了 还有这些看到没有 这么大块的 有没有吃 而且这块春比这个要好 啊 这些飘化的材料 那些大件的嘛 可以到时候可以下工艺 然后都是完整的 大牌 这份料子应该也是可以赚一点小钱的 因为都是大件的 大牌子多 你看都是这大大的 到时候就长事啊 好 哎呀手掌太小了 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些不同部位 不同颜色 不同大小 在阳光底下 这个紫色的变化吧 它的纸还是淡淡的纸 但是够厚装啦 够大 够厚装 特别是这个牌子 官公 官阴 它这个浮瓜 你看有色花的位置总就真的特别好 两个浮瓜 浮世牌 我们下期间 有点不错 没有 Craig 还是温哥 好 能大 什并不错 那 有点不错 能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